哈囉大家好我是Mag 今天這個主題呢 登登登登登登登 籌備了很久 就是我要來跟大家分享 五款眼線膠筆 我使用之後的心得跟評比 那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歡畫內眼線的人 有時候我可能不擦睫毛膏出門 可是我會偷偷的畫內眼線 因為我覺得內眼線算是那種很心機的化妝方式 它不著痕跡 它看起來像素顏 可是它卻讓你的眼睛異常的有深 像如果你兩隻都畫 會你沒有辦法看出那個差異 如果你一隻有畫內眼線 一隻沒畫 那個差異真的很大 那顆沒畫的眼睛會順便這樣 像眉神一樣 所以我的化妝排名就是 我可以捨棄眼影 可是我絕對不能捨棄眼線膠筆 因為我需要內眼線 那這五款熱門品牌的眼線膠筆 我自己用了一陣子之後 我覺得終於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使用心得 那這些品牌就是非常熱門 分別是Kate Miss Hana Solo 跟Tony Moly 然後還有Kiss Me 那我自己的眼皮概況 我覺得算是中性 不算特別乾 然後也不是特別油 如果是用眼線液的話 我習慣性都是用Kiss Me 我用Maybelline的小金蓋 一定會暈得很慘 那這個大概就是我的眼皮狀況 每個人不一樣 可是希望我的眼皮 可以讓大家做一下參考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趕快開始吧 首先我要先分享 Solo的眼線膠筆 然後我買的是這一款 因為我知道它有大概三到四款吧 但我每一次 我已經回購了大概四次了 我都是買這一個 然後By the way 如果你覺得我現在的唇色比較紅 會比較深的話 那是因為剛剛我錄完開頭之後 我弟煮好螺絲粉 我就去吃螺絲粉 對 所以嘴巴的唇色 會比較紅一點 好不影響 那我們先回到眼線膠筆 眼線膠筆的話 這一款算是我的摯愛 我從大概前年開始用它之後 愛到翻 因為它真的很好畫 但是我先來綜合講一下它的每一個點 好我們就先從筆心的軟硬開始好了 我小抽在底下 我覺得這一款的眼線膠筆 它一開始買的時候是軟的 就是它的筆心本身著色很容易 然後筆心是軟的 但是我發現如果你用到後期 就是中後期的時候 它的筆心就沒有那麼軟 反而偏比較硬一些些 所以那個時候啊 著色的話就要來回上幾次 它的顏色才會上得很漆黑 然後很飽和 那顏色的選擇 我通常我都是買咖啡色的 咖啡色我覺得比黑色難買 像是我自己發現 我在寶雅很難可以買到咖啡色的 通常都是它黑色有貨 可是咖啡色沒有 然後我自己覺得 貨比較齊全的話大概是康氏美 康氏美是黑色、咖啡色都會有 所以我建議大家可以去那些地方看看 然後除了寶雅、康氏美 在屈臣室也可以買到SOLONG的眼線膠筆 那另外呢就是我自己用了很多芝麻 所以我自己有發現 它用到快眉的時候 筆心很容易斷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像是我已經有兩支 都是它可能還是剩下一小節 大概四公分那一種 就還是可以用的 但是它那個時候 如果你畫的時候很容易斷 暈染的話呢 當然不會暈 我無論是哭了 或者是我可能睡完午覺我起來的話 完全完全完全都不會暈 所以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這一款 再來我要分享的品牌是KATE 那我會買KATE的原因其實是因為那時候 國中高中的時候 部落格女神是誰? 小安 小安她都用這一款畫內眼線 然後我就 哦原來要用這個畫內眼線 我就去買它了 然後我用它 我是覺得 我從好幾年前的前幾代用到現在 我覺得都有一個同樣的問題就是 我有時候不會暈 有時候會暈 所以它算是一款 蠻情緒化的眼線膠筆 會暈的情況下通常都會是 可能那天天氣比較潮濕 然後我帶妝六個小時以上之後 眼線膠筆它的那個殘妝 它會馬上下降到下眼瞼這邊 所以這邊就會看起來髒髒的 那有時候不會暈 所以我其實我還真的有點拿不定它主意 因為它真的是好俏皮好煩 再來我們來看它的筆心 它的筆心是屬於比較細的那一種 極細極細 算是今天我介紹所有的眼線膠筆當中 最細的 所以如果你的眼皮是屬於那一種 喔 你知道用什麼都不會暈的話 我還蠻推薦這個的 因為它真的可以勾勒出非常細緻 然後很精緻的內眼線 那我通常都是買咖啡色 我覺得它的咖啡色很特別 像Solo剛剛的那個咖啡色 它是比較屬於咖啡豆 比較深的咖啡 那這一個的咖啡是淺咖啡 而且我覺得還帶一點點紅掉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稍微去看一下 這個的咖啡色是不是你OK的 我覺得有一個小缺點就是 你轉不要轉太多 因為它一轉之後啊 它沒有辦法收回來 因為像Solo剛剛這個就是 比方講你打開 然後你這樣子 然後再轉轉轉 可以轉回來 可是Kate的沒有辦法 就是你轉多少 它完全無法回頭 所以大家就是切記要小心一點點 不然很容易轉太長的時候 你一蓋上 然後它的那個筆心就斷掉 那購買的話 只要是開架應該幾乎都有Kate 哪裡都可以買得到 嗯 康氏美 寶雅 然後屈臣氏 只要有Kate的地方 就有這款眼線膠筆 緊接著呢來分享Kiss Me眼線膠筆的使用心得 那我先說 Kiss Me他家的 睫毛膏 眼線液 睫毛卸除液 完全上帝的發明 想說怎麼會這麼好用 這麼讚 但是很遺憾的 這個東西是我的大地雷 那我們先來客觀的先分析一下它 因為不一定每個人都跟我一樣 先來讓大家認識一下這位仁兄 這位仁兄的眼線膠筆的筆心 是很軟 很好上色 然後你只要隨便畫 你不用來回幾次 可能就是一筆 兩筆 它就會非常非常的漆黑 然後顏色很飽和 可是 暈到不行 而且是屢試不爽 Kate他可能是比較情緒化 小調皮 有時候暈 有時候不暈 可是Kiss Me呢 每次都暈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 李丹來講 我用他家的睫毛膏跟眼線液 完全不暈 然後很持久 照理來講 眼線膠筆 到底為什麼會暈 其實我還是不知道 其實我每次用完它 那麼暈 我都會覺得像是一場夢 因為我完全 無法相信 Kiss Me他家的眼線膠筆 我竟然不合用 有沒有人也是就是 就是用他們家其他東西都OK 然後這個眼線膠筆 沒有 那麼喝你的胃口 有嗎 就可以在六月底下跟我講 讓我知道 我不是一個人 再來呢 我要來跟大家分享 最近的新歡 就是 Miss Hannah的眼線膠筆 那Miss Hannah的眼線膠筆 我會買 其實是因為 我看到我的學姐 Slash YouTuber Cindy 因為Cindy 她每一次仿妝 或者是她 就是任何妝容影片 她很常出現這一個 所以我就 嗯 買一下好了 高中的時候 是Miss Hannah跟Solo的天下 但是那時候我PTT爬紋 就有些人覺得這個 爆暈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 一個月的零用錢很有限 所以我想說 別買這個好了 因為如果她買到很雷的話 我一定會 非常非常難過 但是因為這次要做這個評比 我就 好 我就買 後來使用之後啊 非常喜歡 先講 不暈 不染 不暈染 真的 然後她那個眼線膠筆的筆型 乍看有點點粗 就是有點像色鉗筆那樣 可是她是 完全畫起來 還是很精準 那我覺得唯一的缺點啊 就是她要用那個削籤筆器削 因為她這個就是不是轉的 她就是你要自己削 好處是在 你可以讓這個筆尖 永遠都是尖的 壞處就是 我很懶 所以我覺得 還要特地去買一個削籤筆器 那她的購買地方 沒有像我剛介紹的那些那麼多 我記得是在 巴勒小舖 Miss Hannah的官網 然後還有寶牙 再來這一個啊 討論度超級高的 Tony Moly眼線膠筆 那先講她不是真的是筆 因為她這個是 登登登登登登 是刷子 然後你把這個蓋子打開來之後啊 你就沾一點點 看你要多少 你就沾一些些 因為她 沾一點點 顏色就非常非常濃力 然後沾一點然後畫 變成是要這樣來回來回 我自己沒有那麼喜歡 然後再加上我用她 老天啊我會暈耶 我完全沒有料想到 因為她算是很熱門 討論度很高 雖然評價一些些兩極 可是喜歡她的聲音佔居多 所以我想說我的眼皮那麼的中性 我用她應該也OK 但沒有耶 完全不行 其實蠻難過的 因為她雖然要這樣來回一直沾啊 但是我覺得她畫起來算是 我今天介紹當中最漂亮的 就她的那個顏色很飽和 但是又真的很自然 我自己其實很喜歡她畫起來的妝感 只是很可惜 她對我來講不持久 而且會暈 就是暈的那個情況 沒有Kiss Me那麼慘 但是這邊什麼的 就還是會看起來很像黑眼圈非常非常重 所以很遺憾 這個我可能要打入人工 那她的購買啊 也算是我今天介紹的當中最難買的 因為自從Tony Moly 撤出台灣之後 你要買她家的東西就變成要找代購 不然就是要去韓國買 好那麼以上就是五款熱門眼線膠筆 我自己使用下來的心得跟感想 那哪一個眼線膠筆 你自己也是大推超愛 歡迎拜託在留言底下跟我講 因為我大概一輩子還要再買了6000萬隻吧 除了這些牌子 我還很想要再探索一些新的 所以不要藏私可以跟我說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